车里 接情照片 对啊 那邮件大家都看过了吧 我后来寻思寻思 还真是前台 我前两天还听人说呢 说管一鹤这两天 偷偷摸摸的 在公司的附近 还不知道在等谁 这不会是被前女友 给抓奸了吧 有可能 然后管一鹤辞职了 也不对 这管一鹤不像这么怂的人 怎么让前女友给霸道了 管总 你们是不想干了是吧 管总 您看您说的 我们都忙晕了 出来透透气 怎么出来透透气 如果要八卦 请到别的地方 我在这儿 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好 走 管总 您真辞了呀 辞了 我 幸好 很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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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年纪 感谢遇见你 青春年少的年纪 感谢遇见 进 玛丽姐 你找我 坐 最近公司有一些传言 相信你也听说了 是 当然 只是传言 不过也给高层提了个醒 关心一下大家的想法 你对现在的工作满意吗 满意 满意 那就好 人往高处走 如果同事有更好的选择 都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公司也是会支持所有人的个人选择 只是希望要跟领导提前做好沟通 丰盛是个人才辈出之地 这种大平台培养了一大批可以自立门户的人才 所以我们特别不希望 发生那种 挖自己墙角的事情 玛丽姐 你有什么话还是直说吧 打官枪我真的听不懂 好吧 管一鹤辞职的事情 你知道吧 我只是想确认 他如果不是自立门户 那就是找到了夏家 毕竟他走是要赔三百万的 没有人会蠢到自己赔这个钱 不过他就算自立门户 我也不希望 我们总有人跟过去 三百万 你这么惊讶干什么 你应该庆幸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你们一样 无责任的离开 无责任的离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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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